欢迎回到Python NumPy的学习当中来 这一次呢我们会讲到如何分割一个array 把它分割成不同的片段 或者是从横向分割也有纵向分割 那我们首先就开始学习如何分割吧 首先呢我们先创建一个array 或者是arrange arrange 12 我最喜欢创建arrange12了 因为它可以总是会被分成三行四列 或者四行三列 我们分成三行四列好了 然后首先还是照一样照常print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array到底长什么样 这个array呢三行四列从0到11 那好 然后呢我们 我们会要用到它如何分割 首先呢我们可以考虑从纵向分割 或者是从横向分割 那如果是 从横向分割呢 我们可以用到 我们可以用到 nump排的这样一个函数 split split就是分割的意思 然后你看它有说你的参数需要一个array 然后你需要给它一个分割成多少片段 然后需要给它你要进行哪一个方向的分割 首先呢我们要分割array大a 然后呢我们想分割 如果是三行四列的话 我们想对列进行分割 而且分成对等的两列 那我们就是两块的话 那我们就是分成两块这里输入2 然后在axes这边输入1 因为1代表的是对列进行操作 那我们先打印出来这样的结果 你看这是之前的大aarray 然后对它进行横向的分割 分成两列 分成两块 那第一块呢就是 你看我鼠标这样一块 那第二块呢就是这样一块 你看我们分割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它给出了两个array 在同一个列表里面 第一个元素呢就是 第一个array 然后这个array呢会有一个 从1014589 也就是这样一块array 然后第二个array呢 它就分成了 后面这一半的array 那如果我想对它进行 横向分割 然后分成三块呢 那它就会分成三个不同的array 第一个array呢 它就是 行数的第一块 第二个array是这一块 第三个array是这一块 那我想进行 比如说我想进行 纵向的 纵向 axes等于1的 这一项的 一个不等的一个 不相等的一个分割呢 比如说我想分割成 呃三块 但是我有 呃但是对于这一个 稍等一下 对于这一个 这个大a呢 我想进行 横向的分割 然后我想把它分成 呃三块 但是它有四列 那我怎么分割呢 我能不能用这一个 函数进行分割呢 那我们先试一下 哦 它报了一长串的错误 然后主要就是说 这个array不能进行 呃 不等的分割 它只能进行 每一个分割出来的 像都是相等的分割 所以你可以把四 呃把把四块 把四列分成两块 或者把四列分成四块 或者一块 但是你不能把四列分成三块 那主要就是这个意思了 呃 那我们怎么样实现 这个不等量的分割呢 因为我在用呃 在machine learning的时候 就是在机器学习的时候 会经常会用到 把呃 把这一大堆的数据 进行一个不等量的分割 所以我自己也找了很多文献 那呃 在num牌当中呢 你进行不等量的分割 我们会要用到 array split 多了一个array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一个 刚刚会报错的这个分割 你看它的结果就是 它会把第一个array 分了分成了这一块 它包含了两列的数据 但是在第二个array里面呢 它只包含了一列的数据 然后第三个array里面 它也只包含了一列 这样就是进行一个不等 呃 不不不不等向的分割 那还有的呃 还有一个分割的用途 分割的函数呢 就是更为简化的一个分割函数 叫做呃 像之前我们提到了 它的合并函数有一个 vertical stock 或者是horizontal stock 那那分割呢 它也是有这样子一个函数 叫vertical split 和horizontal split v split 你要需要输入 你要分割的array 然后再需要输入 你要在纵向分割成多少块 啊 那我分割成三块 这样就完成了 它的一个呃 纵向分割 然后或者是 parent mp.horizontal split 横向的分割 a分成两块 那我们打印出结果来 那就是它对于 纵向分成三块的分割 和横向分成两块的分割 那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聊到的分割 呃 numpi分割的主要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 呃 对我的视频点个赞 或者是继续呃 呃 继续订阅我的视频 获得更多有关于 numpi学习的教程 谢谢大家 然后 之后的视频呢 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讲解 其他的 numpi array的一些 呃 有关功能和形式 词续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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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续订阅